接下來我們請同慧珍同委員 有請吳部長 謝謝 請部長就被尋台 同委員好 是 部長好 是 部長 上個星期在院會總質詢的時候 本席有提到外交部在外交部的網站上面有一些言論上 當時那個時候媒體上都有寫說 部長爆氣 很生氣 其實希望部長理解 因為我本席一直認為所謂外交部應該是用不以武力 也不引起仇恨的這種方式來達到一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那這些言論我覺得如果以外交部 當然我可以理解外交部為了捍衛總統捍衛本方我方的利益 就是用這樣的言詞 但是我覺得這個詞語上是不是可以再考慮一下 也許就是不是那麼適合利用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官方網站上 所以請部長回去思考看看有沒有更好的用途 謝謝委員建議 但是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們外交部來捍衛我們的主權 我們國家尊嚴的部分或外交部絕對不會客氣 當然 所以就是說本席理解嘛 但是我只是說會不會有更好的言詞這樣子 那今天我就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想要跟部長溝通一下 比如就是本席也知道這個去年我們一口氣就是上市了三個邦交國 就斷交了三個邦交國 那麼部長在去年七月份如果我沒有記錯 你也到薩爾瓦多就最後一個邦交國去尋求看看能不能有機會 就是不要斷交 那也盡了最大的努力 那就我所了解薩爾瓦多這個國家呢 過去從1992年一直都是由左派跟保守派勢力把持 但是這個情況到了上個月初他們重新改選過 改選過新的總統出來呢是由曾經擔任過首都 陳薩爾瓦多的這個總理 這個巴克里當選 那我不知道說外交部在這方面有沒有繼續跟進 因為據我們了解這個新當選的總統呢 他對於這個外交政策跟過去有很大的不一樣 不知道我們外交部在這一塊方面有沒有去更進一步的理解薩爾瓦多現在的外交的情況 我們現在都非常努力的在了解相關的這個狀況當中 那我們對於未來是不放棄任何的希望 那對於薩爾瓦多現在的這個情勢 那因為到那個新的總統就職要到六月一號才就職 也因此我們現在都還在觀察和收集相關的情勢當中 那如果這個新的這個薩爾瓦多的這個態度有改變 就本席知道去年在斷交的時候 部長曾經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有提到 說因為這個薩爾瓦多要爭取我們的援助 就是關於有一個Port of the Union的這個聯合港的開發 因為他要跟我們要很多的這個晶圓 那那個晶圓那個時候我們是沒有同意 因為經過一個專業團隊的這個評估之後呢 就發現這個晶圓不但是對於薩爾瓦多對台灣也會造入一個很大的前坑 所以我們沒有接受沒有同意晶圓他們 所以造成斷交 如果現在我們態度改變有可能尋求就是說最大的這個可能性 如果又希望能夠這個再見交的話呢 對於如果他們又重提這個晶圓案 我們的態度會不會改變呢 有關於Port of the Union這個議題 在我去年到那邊去訪問之後 我也做了一個研究做了一個了解 那其實這個港口的那個改建是由日本方面來做改建 他們當時已經跟他們講說 這個是比較不可行的 即使是投入了改建了 那對於這個香港的這個未來的發展可能是沒有注意 那到目前為止情勢仍然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要協助薩爾瓦多的話 我覺得說可能要由美國或者是日本 也必須要針對薩爾瓦多所需要的這些項目來進行 具體的這個投資可能會比較恰當一點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現在仍然還在觀察當中 明白 那薩爾瓦多在去年 我知道在斷交之前 其實美方 就美國其實也是反對 應該是說美國也有在那個時候就召回 這個美國駐薩爾瓦多大使去關切這件事情 那薩爾瓦多現在其實跟美國也積極在這個聯合 就是因為他們也不願意接受大陸 類似像侵略性的外交這樣子 那在這方面我不知道我們外交部 有沒有去針對美方的態度來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跟美方的這種溝通是非常密切的 那美方針對這些說法 針對那個薩爾瓦多的這些說法 公開之後 那麼也試圖的這個了解 那我們的了解的內容就是說 美方針對中國在 中美洲地區的這種侵略性掠奪性的這些作為 美國是非常的這個反對 那我們的了解就是僅止於此 那下一個問題剛剛前面有一個委員已經提過 就是關於尼加拉瓜的這個援助案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很關切 那我也就原理說希望了解 因為知道不但只有美國還有這個荷蘭 有一些國家都已經停止對這個尼加拉瓜的金援 但是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還要援助他1億美元 30億台幣 我想國人會對這方面比較關心 所以外交部也請要可能要提出一個就是說 基於什麼樣的考量點 讓大家去多接受這一方面 也跟委員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提出來 這個有關於那個貸款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是希望 這個是商業貸款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貸款 能夠協助 因為內部的這個爭亂所造成的這個破壞 希望能夠協助他們的人民 這個不是像有一些媒體所說的 是希望能夠資助這個政權 能夠持續的存留下來 我們希望的就是協助人民 就是這樣 那就是請部長 多一點說明 免得外界國人也都會有誤解說 現在這個情況 好啦 謝謝部長 謝謝我們同二政同委員 謝謝部長